双开的恋爱游戏 这是一个关于虚拟游戏与现实生活交织的故事 女主角小妍在游戏中因一时的冲动与大神男主签下了结婚协议 却不知这位大神拥有千变万化的性格与高超的实力 随着游戏中的一系列搞笑与甜蜜的互动 小妍渐渐发现这段意外的婚姻不仅改变了她的游戏生涯 还悄然影响了她的现实生活 面对大神的强势与温柔 她不禁反思自己对爱情的定义 第一章 冲动的结婚 小妍是一名普通的游戏玩家 最近迷上了一款名为英雄之路的多人线上游戏 在游戏中 她是一名战士 拥有不俗的PK实力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然而 这一天的游戏体验却让她感到无比后悔 什么 双开结婚 小妍惊呼 眼前的游戏画面中 婚礼花车缓缓前进 周围是闪烁的灯光和祝福的声音 她无法置信地看着荧幕 心中不由自主地挣扎 就在刚才 因为与一位大神的争执 她一气之下下陷 没想到却惊天动地地完成了结婚的程序 这位大神 正是游戏中的传奇人物夜影 性格古怪 脾气暴躁 却有着无与伦比的实力 我同意了魔 她心中暗自懊悔 但无奈的现实让她无法逃避 第二章 初次相处 小妍进入婚姻生活后 意外地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不一样 夜影的存在 让她的游戏经历如虎天翼 她在PK赛中总能轻松击败对手 带领团队冲向榜首 巡游完事后回家 家里太乱了 你来收拾收拾 夜影冷冷地发来信息 好地大神小妍的表情犹如小狗 心中无奈却也不甘放弃这位实力强悍的搭档 她心中暗自打算 这大神实在太好用了 这天晚上 小妍接受了夜影的邀请 来到她在游戏中的家 她发现 这位大神的家里果然是乱的一团糟 各种道具 装备散落一地 你可真是真是让人无法理解啊 小妍无奈地看着周围 心中有些开叹 要是你不想收拾 就滚 夜影嘴上这么说 却不断地看着她 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小妍暗自嘀咕 但无论如何 她不想放手 这样的大神 她再也遇不到了 第三章 意外的羁绊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妍与夜影的互动渐渐变得亲密 每当小妍遇到困难 夜影总能及时出现 无论是在PK中还是游戏任务中 总是像个可靠的靠山 某天 小妍在游戏中遭遇了强劲的敌人 面对重重困难 心中无比沮丧 就在她快要放弃的时候 夜影如风般赶来 毫不留情地击溃了敌人 看吧 我不是不可靠 她语气中透着一丝傲慢 但更多的是关心 小妍心中感动不已 突然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羁绊 她发现 自己越来越依赖这位大神 无论是游戏还是生活 你真的这么厉害吗 不如你来带我一起吧 小妍鼓起勇气 对她提议 如果你想的话 我不介意 夜影微微一笑 让小妍心中一阵慌乱 第四章 情愫暗身 随着彼此的相处 两人的情感越发加深 小妍逐渐发现 夜影不仅是个游戏大神 她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着自己的故事和感情 某晚 小妍坐在游戏里的海滩上 望着月亮 夜影静静地坐在她的身旁 两人默默享受着这份宁静 你喜欢月亮吗 夜影突然开口 我喜欢 她总是让我感到平静 小妍如实回答 那你想不想去看月亮 夜影微微一笑 眼中闪过一丝温柔 小妍心中一阵 这让她有些心动 她想起刚开始的时候 对于这位大神的顾虑与不安 如今却变得越来越清静 好呀好呀 抱我去看个月亮吧 小妍语气却越 心中却又是微微一颤 第五章 挑战与误会 然而 感情的升温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在一次团队活动中 夜影与其他玩家发生了误会 导致团队内部的紧张局势升级 我才不在乎那些人 他们根本不配跟我合作 夜影在游戏中怒火中烧 让小妍感到心痛 大神 你不能这样做 这样会影响整个团队的 小妍尝试劝说 我不需要你来教我 夜影的语气顿时让小妍感到心寒 随着真直的加剧 小妍决定暂时退出这场风波 她开始思考 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以及是否值得继续坚持 第六章 深刻反思 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 小妍心中渐渐浮现出对于夜影的理解 她明白夜影的脾气与性格 源于她的自我要求与对胜利的渴望 她决定不再逃避 主动找上夜影 试着与她摊牌 我明白你的心情 但我们不能这样一直争吵下去 小妍坐在夜影的家中 语气柔和却坚定 我只是想让你明白 这是一场游戏 而我不会轻易妥协 夜影的眼神中透着不安 我明白 但我也想和你一起走下去 这不仅仅是游戏 我们还有彼此 小妍握住夜影的手 想要让她感受到自己的诚意 夜影静静地看着她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最终 她的表情变得柔和 好吧 我愿意改变 但你也要理解我 第七章 携手共进 随着小妍的坚持与努力 夜影渐渐打开了心扉 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他们开始在游戏中一起策划活动 让团队的凝聚力逐渐回升 某天 在一场盛大的比赛中 小妍和夜影携手作战 最终成功夺得冠军 他们的团队因为默契的配合而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这让小妍感到前所未有的自信 这次真的是多亏了你 夜影满意地看着她 语气中充满了欣赏 小妍的心中甜蜜无比 感受到两人之间的情感越发深厚 她开始期待着未来与夜影共同度过的每一天 第八章 虚拟与现实的交融 在游戏中的幸福生活逐渐影响到了现实生活 小妍开始与夜影分享自己的日常 两人逐渐变得无话不谈 某天 小妍提议 不如我们约个时间 在现实中见面吧 夜影沉默了一会儿 随后点头 好 约定的时间一定要来 小妍感到心中激动 终于能够见到这位在游戏中陪伴自己的大神 她期待着这次见面 想要看清她的真实面目 第九章 意外的相遇 终于到了约定的日子 小妍如约而至 心中既紧张又期待 她在咖啡馆中等待着 思绪万千 不久后 夜影出现了 她的外表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强势 反而带着一种清和的气质 你好 小妍 她微笑着让小妍瞬间放松了心情 你好 大神 小妍不自觉地用手捋了捋头发 心中暗自慌乱 两人开始了一段轻松的对话 渐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夜影的幽默感和清和力让小妍感到意外 两人之间的默契似乎在现实中也得以延续 第十章 爱情的升华 随着相处时间的增长 小妍和夜影之间的情感愈加深厚 她们共同经历了游戏中的风风雨雨 并在现实生活中建立了更深的羁绊 某晚 小妍坐在月光下 思绪漫游 回忆起自己与夜影的种种 她心中明白 这段感情不仅仅是游戏中的偶然 更是一段珍贵的缘分 你知道吗 这段时间你让我感到很幸福 小妍鼓起勇气 向夜影坦白自己的感受 我也是 夜影微微一笑 目光柔和 让小妍感受到一种温暖 在这个瞬间 小妍感到心中的那道墙彻底崩溃 她决定全心投入这段感情 不再怀疑与逃避 第十一章 共同的未来 随着两人的感情越发生后 她们开始共同规划未来 小妍开始思考着自己的生活 想要将游戏中的经历 与现实中的日常结合 打造一个属于她们的美好生活 我们可以一起创建一个游戏工会 让更多人来参与 小妍激动地提出 夜影点头 这是个好主意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实力 带领更多人一起享受游戏的乐趣 随着她们的共同努力 工会逐渐壮大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玩家 小妍和夜影的名字成为了工会的象征 她们在游戏中的成就 也让彼此感受到无比的骄傲 第十二章 新的挑战 然而 随着工会的壮大 挑战也随之而来 随着竞争对手的增多 夜影与小妍不得不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我们必须更加努力 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小妍一脸认真 夜影点头 眼中闪烁着决心 我们一定能做到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们共同经历了无数的挑战 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最终在游戏中打下了属于她们的名号 第十三章 情感的升温 随着共同的努力与付出 小妍与夜影的感情越发升温 每当面对困难 她们总是能携手并进 互相支持 某晚小妍依靠在夜影的肩膀上 感受着她的温暖 心中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幸福的感觉 你知道吗 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开心 小妍轻声说道 夜影微微一笑 语气柔和 我也是能与你一起经历这些 我觉得很幸福 这一刻 她们彼此的心灵都得到了共鸣 明白了爱情的真谛 第十四章 结局的开始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小妍与夜影的工会 逐渐在游戏中展露头角 她们的名号响彻整个游戏世界 吸引了众多玩家的目光 然而 对于她们来说 这不仅仅是游戏中的成就 更是彼此心灵的交融 在一个浪漫的夜晚 小妍与夜影再次来到那片海滩 望着月亮 心中满是幸福 我们要一直这样下去 小妍微笑着 目光坚定 当然 我们的未来将会更加美好 夜影握住她的手 心中满是期待 这对伴侣在游戏中相知相伴 也在现实中共同努力 将爱情的故事延续到每一个明天 尾声 在这个虚拟与现实交融的世界里 小妍与夜影的爱情如同月光般皎洁 照亮了彼此的生命 她们共同面对挑战 携手走向未来 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珍贵的伴侣 无论是在游戏中还是现实生活中 她们都用爱去诠释着生活的真谛 感谢观看